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多也给韩国的消费市场带来了变化 看到上班族大多热衷于锻炼身体和自我充电 健身类 艺术类兴趣班在韩国遍地开花 还有商家顺势推出了在线手工课程 这家大型百货店的文化中心 共面向上班族开设了调酒 手工盆栽等20多种兴趣班 主要在晚上或周末开课 22岁的尹熙荣这天下班后 就赶过来参加晚上六点半开始的瑜伽班 据了解 每周两次为期三个月的上班族瑜伽 学费总计22万韩元 约合1300元人民币 是目前百货店里最受欢迎的课程 退休后的时间 自己建设如何做得好 专业教授专业教授专业教授 专业教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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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去年在韩国减少加班仅半年的时间里 各大百货店课程的报名人数就达到历年来的峰值 一些不愿意出门的上班族 还选择了在线学习美术 摄影 刺绣 编织等课程 记者走访了一家销售约50种课程的平台 除了在线的视频讲解之外 平台还提供兴趣盒子的寄送服务 申请加入平台的会员 能定期收到不同兴趣类别的盒子 比如这个名为海滩花环的水彩花盒子里 集齐了颜料 纸张 画笔 洗笔筒等十种工具 韩国国税厅的数据显示 去年韩国经营室内棒球场 射箭场 健身房等运动设施的商家 同比增长近三成 户外 露营 游戏等产品的销量明显攀升 去年人们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 共计67.2万亿韩元 约合399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.6% 呈现201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预计随着韩国减少加班制度的大范围推行 人们在健康管理 文化教育 旅行休闲和生活美妆 四个细分领域的消费都将持续增长 侦修